这只看似其貌不扬的小蜥蜴 干了一件所有蜥蜴都干不了的事情 最开始他的父母只告诉他 如何四脚走路 如何兔蛇吃蚂蚱 可天生励志的他 在长期小蚂蚱的过程中 竟然学会了直立行走 其他蜥蜴只能吃到蚂蚱 他却可以跳跃 吃到飞蛾 遇到大个子怪兽 还能双脚直立三鸭子逃命 就这么个看似简单的技能 其他蜥蜴学了几百万年都没学会 这个技能也让他成为日后霸王龙的祖先 今天咱们来看看恐龙祖先的故事 当所有生物在海里厮杀的时候 那些长着钳子 全身大壳的原始动物 成了海洋霸主 为了生存 第一只长着饺子的鱼诞生了 经过长时间的适应 他成了第一只在陆地行走的两棋动物 接着他们凋弃鱼尾 进化出了扇子样的背棋 不为别的只会看上去更加高大 后来他们体型慢慢变大 成了强悍的巨型蜥蜴 那时的陆地连成一片 被称为盘古大陆 陆地的中心点是地球史上最大片的沙漠 西伯尼亚悲龙是沙漠中少数的庞大体型生存者 你绝对想不到 它是乌龟进化而来的 靠着坚硬的皮肤 他们可以赖受炎热 虽然可以好几个月不喝水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皮肤坚硬 行动缓慢 后来沙漠中出现了一种叫狮鼻兽的家伙 靠着更快的速度 更强壮的身体 他们欺负与自己个头相当的悲龙 最终取代悲龙成为当时的大陆霸主 之所以能成为霸主 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是最先进化出全尺的动物 这就好比其他动物用石头 他却学会了用刀子靠着全尺 他们统治大陆的时间长达几百万年 随着火山活动 气温上升 沙漠不断扩大陆地的水越来越少 全尺再厉害也干不过干旱与炎热 那时的地球陆地沙漠不断扩张 大多数动物都被干旱杀死 活下来的狮鼻兽也在狗烟残喘 极端的气候中 一种叫双齿兽的小型爬起动物 知道地上发生的事情 曾经他们也想和狮鼻兽干架 奈何干不过人家 后来他们也想通了 干不过人家就猥琐发育 整理在地下打洞 疯狂伸展 没有肉吃就啃树枝 这种战略和小矮人很相似 要过的几百万年 地表沙漠中的水源彻底消失 狮鼻兽吃完最后一只干死的鱼 已经完全没食物 最后一只狮鼻兽被饿死 接下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沙尘暴 大陆生态系统被摧残 能见到的这骸骨和干尸 这一次灾难不亚于恐龙灭绝的灾难 幸运的是 猥琐发育的双齿兽依然在壮大 他们靠着地下打洞啃树根 活得下来 由吃肉直接改成吃树根 等他们走出来时 曾经的大哥大狮鼻兽早已灭亡 他们一不小心 成了大陆的霸主 这里提醒咱们 大环境恶劣时 一定要懂得猥琐发育 双齿兽称霸后 体型不断增大 直接进化成了 哺乳动物的祖先 直到变成这副斗牛犬的模样 同时也是日后 石草恐龙的祖先 此时地球刚刚过完三叠季时期 随着气候湿润 植物覆盖大陆 地球的生命再次多样化 沙漠每天缩小 石草动物大批量涌现 地球又充满了生机 当然森林里的进化还在继续 又贵了几百万年的时间 一只青色皮肤 动作敏捷的小蜥蜴出现了 就要想着它 稍不留神 就会被石草动物拍死 它只能欺负 比它更小的昆虫 每天靠着肯蚂蚱 勉强度日 猥琐发育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泰克厄 靠着抓虫子 它领悟了一项 开挂技能 那就是后脚 站起直立行走 正因为它们鼓鼓的改变 才能让它们解放双手 单独以双脚行走 这项看似简单的技能 能让它们强力跳跃 发出致命一击 这种敏捷力 地球上从未出现过 利用这招 它们可以轻松 猎杀昆虫 每天都能吃到 大量的高蛋白食品 日子过得极其滋润 它们的后腿肌肉 越用越发达 食量也越来越大 身体素质不断提升 什么名副其实的 三叠剂 昆虫杀手 甚至进化成 日后我们熟知的恐龙 暴龙和霸王龙的祖先 证实它 咱们再来看看 当初在地下 猥琐发育的双尺兽 它们已经发福 成了庞大的水龙兽 它们不再打洞 而是学会了迁徙 拿点雨水 拿点食物 它们就往哪里跑 虽然它们数量庞大 它也全尺 不过这项冷冰气 早已过时 陆地上 已经要动过 进化成了谷叶 轻松一口 就能将庞大的水龙兽放倒 同时在河边 日后称霸河运 几亿年的霸主也出现了 那就是盘踞在 河边的鳄鱼祖先 加斯玛土龙 与现在的鳄鱼不同 它们还是大长腿 机智的派克厄 在一边观察着它们 时不时还会出现 挑衅下 情况不妙 就赶紧 赛牙子跑跑 猥琐发育 那是王道 加斯玛土龙 想去追 那也赖合不了人家 随着鳄鱼祖先 加斯玛土龙的壮大 水龙兽的数量 在急剧减少 至于鳄鱼的大长腿 为什么会退化 估计和它们当上 河道霸主和不喜欢跑步 有很大关系 水龙兽的全齿 渐渐失去战斗力 成哺乳动物形态的 爬行动物 也逐渐减少 最终只剩下 我们的祖先 而小小派克厄 踩在水龙兽的身上 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它们渐渐成了 陆地上的王者 它们拥有四只生物的 快速爬行能力 也有直立时 大型生物的视角 在几百万年的 称霸进化中 最终长成了后面 我们所熟知的恐龙 而它们将会在未来 一亿七千万年的时间中 统治地球 进化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爬行动物的祖先 干不过螃蟹 就选择拿陆地 猥琐发跃 成为了大陆霸主 双指兽 干不过狮鼻兽 选择着在地下 猥琐发跃 成为了日后的霸主 而小蜥蜴 它的勤奋 与猥琐发跃 学会了用后腿直立 也成了恐龙霸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想要变得强大 那就等猥琐发跃 直到学会碾压技能 美丽不小定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次的运达语言 科幻定与巨兽同行